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愛農晉原一端審判 上一集我們回到城裡 先看一下收集到的資料 魔法師 魔法師不是惡魔也不是怪物 除了擁有大多數人沒有被給予的武器技術這點 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人類 我先說清楚 沒有理由像一些人相信的一樣 搶著將魔法師全都殺光 但是不管犀不犀望 所有魔法師都過著拔劍狀態的人生 主張魔法師是安全的人們 應該去了解在聖煉騎士團襲擊時 丟火焰的被吊者學了多少殺人的方法 試管學校的人很清楚 不存在不用修煉就能獲得的技術 在和魔法師對戰時 就算危險和感受到極大的恐懼 也必須接近對手 訓練過的騎士不太會被魔法師的攻擊擊中 但常常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用火將盔甲內的人煮熟 用雷奪去手腳的力量 退下的話會使對方 有用某種方式使戰場兵的有力 的機會 兵的牆壁或召喚惡魔 又或者是用魔法的火焰強化護衛的刀刃 大部分的場合 控制戰場的戰士會勝利 必須要不斷攻擊 讓對方難以對應 魔法師很少是穿重甲的 但魔法跟我們的裝甲相同 有保護他們的效果 雖然已經說了很多遍 不要看手 而是看敵人的腰和手臂 但對魔法師時 手和手臂會是唯一的線索 對方的身體受保護不怕刀刃的話 抓住手臂或將牠們壓制在地上 雖然不優雅也不高潔 但對魔法師戰鬥不需要高潔 只有存活下來才是重要的 結入自騎士士官學校的必讀書 劍的達人馬薩序德·揪米爾的著作 劍的使用方式相關考察 我們回來是為了賣東西嗎 我們回來是為了賣東西嗎 把多餘的東西賣一下 我都已經整理到貴重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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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快 我原來是買 難怪沒有東西 OK 賣完了 我認為你正確 我應該還是去... 之前... 打到一個城門吧 那邊應該在城門吧 裂口那裡 那附近應該還有一些東西還沒有看過的 那附近應該還有一些東西還沒有看過的 地毯是搜索 最主要不是為了這些...鐵啊 應該不是這個門吧 不是為了這些鐵啊 或者是精靈草 當然他們也很重要 不過... 最主要還是... 設計圖 從... 現在我身上的裝備來看就可以知道 自己製造的裝備 很明顯的強過... 路上撿到的或商店買的 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都沒打什麼王啦 所以... 沒有撿到太多好的東西 有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都沒打什麼王啦 最好的戰還比我做的... 低了幾個攻擊力 這條我應該就是在這裡... 回去的 這條是... 這邊應該就是... 我... 走過的地方吧 在... 好久好久以前曾經... 走這裡 然後遇到那隻大龍 就是... 片尾的那隻 嗯... 嗯... 這隻的地方應該我都看過了... 嗯... 這隻的地方應該我都看過了... 嗯... 嗯... 這間房子我也來過了... 前面就死了一個人嘛... 好像兄弟了什麼東西... 那... 上面是過不去的區域... 所以... 我們... 我們... 往... 左邊... 這個地圖... 地區去看好了... 那有聖典騎士... 我一路到這個營地... 應該是最近的吧...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要報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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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好 啊 这个任务我解完了 下任务好像有比较多样一点 有些不同 再借一个 又可以解掉 這個帳篷是真的沒有做過 很確定 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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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上面有動物 應該可以上去吧 上不去 欸 你們怎麼都爬上去了 為什麼這樣我爬不上去 欸 我把我換人 換人一下 我到底怎麼上來 最好是了 我剛剛走那裡也走不上來啊 太扯了 把人家都換了我就 來玩一下堅持好了 這可以走吧 欸 最後是 習慣性的動作 應該是 讓怪物來打我的吧 憎怒的招式 看到 欸 還蠻痛的耶 其實還蠻痛的耶 其實還蠻痛的耶 雖然說跟我跟瑪莉康比的話 倒是不怎麼樣 可是這也是因為使用技能的關係 普攻的話就沒有差多少 然後這個技能是 然後這一個是遠的 遠的 嘲諷 剛剛那個是範圍嘲諷 那是 那是 要是玩天使的話 他追小動物 就很難追 大概就變成標記 然後叫隊友 不然就是這個激怒 這激怒也沒有用啊 他生氣了就看是跑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雪狐還是什麼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之前有資料庫講過 他表示 我生氣 所以我逃走了 超沒氣勢 這麼好 好像是只要在水邊 就可以比較容易獲得 好 歐拉斯帝國 凡爾羅伊歐斯有很多的怪族 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樣 過去 歐拉斯的怪族頭銜很複雜 男爵 女男爵 準男爵 特別男爵 還有很多其他的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要叫 女男爵 不會叫男的叫男爵 叫女的叫女爵喔 女男爵不難念啊 每個稱號各有他的遊覽 絕外的高低也有著微妙的差異 歐拉斯的貴族政治很古老 競爭很激烈 就像大家所知的一樣 所有的貴族不論本人的意願 都必須參加古蘭德遊戲 古蘭德遊戲是為了信譽和利潤分享的政治鬥爭 傳言和醜聞則是主要的武器 這不是個簡單的遊戲 這遊戲流的血比歐拉斯人 經歷的任何戰爭都還要多 再一點從這個國家的紳士們那裡得到了確信 所以 僅限關於頭銜的話 現在歐拉斯帝國的狀況 因為教會創立 Drykon皇帝登場 所有都改變了 歐拉斯沒有人像他一樣 受人崇拜了 在凡爾羅伊歐斯 Drykon Drykon的雕像 見得跟安卓斯特的一樣高 Drykon認為古蘭德遊戲時的歐拉斯分裂 將除了自己和貴族外的所有頭銜都廢除了 我聽說這個政策並沒有像Drykon想像的那樣 停止古蘭德遊戲 人們人因為好玩而傳謠言 現在貴族不再擁有正式頭銜 但卻有著塔蘇克雷伊的高貴支持者 德雷姆斯的英雄 德雷姆斯英雄的叔叔 這樣不正式的頭銜 好微妙 這什麼鬼啊 要記這種稱呼很辛苦 且我覺得 我會負責門的人 最可憐 每次有人進門就必須很順暢的唸出頭銜 好慘 這超難吧 我不要當負責門的人 這貴族階級的意義跟菲洛登的不太一樣 對歐拉斯人來說 支配權利是造物主直接給予的 根據公姬同志這種想法是反逆的 沒有人會這樣想 如果有人不是貴族 想成為貴族或受貴族喜愛 就會等待在古蘭德遊戲取得高位的貴族的恩寵機會 還有歐拉斯有面具有化妝 有高層的小狗屋以來 就不太有看到化妝的 但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有高層的小狗屋是什麼 來自西方秋林的 德歐利克男爵柱 超越雙倍 龍的時代久之二十年 原來歐拉斯的那個貴族頭銜 這麼的難搞 可以這樣說嗎 難搞 好 唉唷 之後任務 遇到貴族 我豈不是要在那邊記他的頭銜 不怕因為會給我選項 不用擔心 選擇體總是比填充體簡單的 我打中嗎 不怕啦 不怕有 dor 不怕有 provincia 一桌 不怕 perd 還見識了動作成分就真的高很多 防槍要我控制 砍了實際也要我控制 還有防禦應該還是我要自己按吧 我有看到我防禦的招式 按了他就會消失 放手就會消失 太達光明府之師 阿福之母 第一節 身為山之主 經歷了新娘的太達光明之府的故事 為了解放他的人民在山上做成快速鍛造 謹慎隱藏 充滿智慧 平靜的話語 壯大的旅行所贈餘的東西 他將身體獻給精靈 被教導 伴他旅行 他閃耀的斧頭無法被破壞的水晶 生氣的話就吹起火焰 笑得天之女神 從葉兒的戀人拿獲得力量 擊敗所有來挑戰者的劍 閃避所有求婚的少女 太達光明之府 做夢人的眼 創造阿福的母親 收集到第一節了 我原本還抱著一絲期望說 只要收集到第一節的太達光明府之師 我就可以知道太達光明府之師是在幹嘛 結果看起來 我還是不知道是在幹嘛 有個驚太號耶 有個驚太號耶 恩... 恩... 我先把這邊看片好了 尤其燈 後面有敵人 躲在這個 撲不後 打我吧 打我吧 欸 出了一個耶 原來這招圈圈是全部砍飛 吃一點的技能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怎麼用 會爆啊 我是不是應該按到防禦還是怎樣 不太會操作 有可能會藏莉莉姆 藏在哪 那邊有個門耶 還有一隻小... 後珠滿 對 推L會前進 電視還蠻好玩的 居然需要鑰匙 好吧 最後要死就沒辦法啦 前進的範圍好像不大 沒有辦法說一步就飛很遠 好像也是啦 好像也是啦 好 這樣也啃不到 看到了 看到了 大家快打啊 我的隊友咧 你們幾個在搞笑喔 算了 我換好我自己啦 用...用我自己比較... 比較方便 嗯? 前面有... 魔法... 攻擊... 他們在討論我們耶 說我們給他食物 好... 這裡好像已經回到之前 探索過的地方了 啊... 這個是那個... 廢墟那邊 那剛剛那個放招應該不是... 敵人而是... 索拉斯吧 索拉斯的兵 那還沒有問題嗎? 這樣還沒有問題嗎? 那洪水好...淺喔 熊 熊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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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痺居然沒有用 有...有傷了 呼... 呼... 卡丹 等他擋住 我怕他還用盾 果然電腦操作那個比較... 準確 我怕他還用盾 我創了另外一隻劍獅 應該也要去玩一下 劍獅也還不錯玩 先電你們 看... 燒得到兩個嗎? 燒得到耶 不過... 有一個好硬喔 傷害好低 他很強 還滿法防的 我會穿這種假的 雷電到死有效的 破火加燒傷 太不錯了 我躺到哪裡去了 我躺到哪裡去了 啊... 從屍體上找到了信 他說過我們是正確 妥當的 兒子啊 接近帶著王冠的雕像 到快碰到的距離 往右邊繞三圈 這樣精靈就會聽到吧 除此之外我都做了 我們為了不要讓祖父呢 遺體被火化 偷偷給了教會錢 對... 祖父就埋藏在附近 又回旋轉三圈 這樣精靈就會把祖父還給我們 快...快去... 別害怕 這應該是有精靈 把祖父... 遺體給霸佔了吧 這個... 這個... 好...去看看 雖然不太確定為什麼... 轉三圈 雖然不太確定為什麼... 反正他叫我轉三圈我就轉轉看 這不會又是屍吧 太太光明府之師阿福之母 第三節 黃金之力 和鋼之初 薩盧姆巧妙的話語使太太相信 太太的戰士們曾想要 從被偷走的新那 被偷走的部落 他寒冷的部落 黃金之手這樣戒嚴 冬天的風的... 刀的寒冷 成為我的新娘度過首夜 吞噬被途徑的街道 太大光明之府 被憤怒填滿 水晶的斧頭到處釋放火焰 被關心的... 夜耳的戀人 大膽的盯著 誰也沒辦法撕裂我的部落 不是殺怒惡魔的言語 一心恐懼的憤怒火焰 夢中的話語說了謊 渴望將不會被滿足 完全不難理解的 太太光明府之師 可以不要再出現了嗎 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